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女的怎么爱发这条新闻 谁呢 你看看照片就知道了 就是法国有一个最年轻的部长 携年长20岁的老婆终于露面了 马克龙 你看说马克龙在法国 是女性们喜欢的一塌糊涂的这么一个年轻才俊 但是他老婆比他大20 然后说看到他老婆照片 大家也在评头论足 小田你觉得他老婆能说美吗 我觉得他很帅 鞋好看 好像他才36岁对吧 法国最年轻的部长 经济部长36岁 他老婆56了 现在已经是继外公了 因为他老婆有外孙 对 其实才结婚没多久 具体不知道 就是两人在一起有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他是hold着一直是比较低调 隐私保密 以至于法国 法国很多女的迷他呀 因为这个马克龙听说也是特别有才华 叫什么 哲学家部长 那意思就是挺有水平的 然后又帅 所以法国这帮女的都着急 说他是不是还单身 结果呢 他选择了一个好像最近的一个场合 爱丽社工嘛 引起法国媒体极大的骚动 就终于就要出柜了 这也不叫 出柜了 我觉得是对所有的比较比较特异的这种组合 终于公开是不是都可以犯成出柜 好像不是 出柜因为那个crosser意思 原来讲就是你是你是同性恋 只限于同性恋才叫出柜 是 是吗 对 那他就算是这个出台 出场了 出场了 就哇 一下子大家就是 女孩为什么都挺高兴 高兴吗 我没有高兴 我的朋友圈里都是女的发这种东西 她的朋友圈的女的都比较大 都是在吼的小鲜肉 可能是 对对对 我觉得我看了 说真的 我还也没什么 我还是祝福他们吧 废话 你敢举咒吗 但是还是挺可惜的 你看 但是我没有高兴啊 对不对 因为我是把自己放在就是潜意识里边 我把自己放在这个年轻部长的同龄人 里边在看 而不是这个大20岁的这个老婆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看 其实要叫我看这马克龙跟咱们小田在一块 不行 这个法国他们不行的 就是我听说有法国的什么教育部长 本来他是可以当法国的教育部长 但是因为他执意要娶一个这个中国裔的老婆 最后当不了 他就只能是当一个什么司长之类的 真的吗 他在这方面这么保守啊 但是是他们也有部长娶过越南裔的太太 对反正这个事就比较这个 这个私密的这个 这个bad channel的一些information啊 就是就说因为他们什么 这个教育部长 他们也有机会要接触到 就是一等级的国家机密 所以说要杜绝他们的这个部长级的人物 取外国级 还是外国意义 这个的话是case by case 他们要去研究的 反正这个是中国裔的 就不可以了 然后他就是啊 那OK 那我选择我 还是选择我的太太 那我还是 那那你们另外找的那种 他出于反间谍的考虑 是吧 他倒不是出于其他 你要出于其他的考虑 那法国政府简直堪为楷模 你想这一个最高 所以这个是 他的总统 什么奥朗德 给咱们弄出个第一女友的示范 他的那个萨克奇 找了个名模 对啊 奥朗德还有个头盔事件 还有个头盔 然后他还有个什么女部长 叫什么多蒂还是达蒂 对 罗塞尔吧 也挺厉害的 对 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常委他全都睡过 他就是 常委全都睡 他那个最高机构 叫什么内阁 内阁 内阁 这次那个西班牙的国王 就好帅好帅好高的那个 带着他的 好漂亮好漂亮的 也是离异的嘛 他的那个女王 这个然后去巴黎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没有第一夫人拿法国 那怎么办 他就是前女友 而且跟他同居多年的 有孩子那个前女友 就出席 临时的第一夫人 一起来接待这个国王夫妇 很厉害 这么多都行 所以说这个法国浪漫 有想象力 对 但是他浪漫到顶了之后 你会发现他会有 是不是有一些奇特的需求 比如说马克龙 奇特的需求 这个里边 你知道我研究了一下 他是师生恋 这两口子 要叫咱中国 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部长呢 17岁的时候 他老师就跟他学生 不清不楚了 你知道就是 这个比他大20岁 那个时候他是女老师 而且那时候有丈夫 还是说已经离了婚 有三个孩子 反正是有仨孩子 然后就整天玩这个男角 也不知道玩这个男学生 就是说这个马克龙 马克龙爱弹钢琴 就说特别才华横溢 然后呢 这个老师就老让马克龙弹钢琴 老在台上 就等于说啊 就是让其他孩子 像马克龙学习 捧他 说马克龙课本读得好 马克龙回答问题 就老是点这个学生 就特别侧重这个学生 而那个时候 17岁的马克龙 仰望课堂 就已经爱上了 这个年长20岁的女老师 但是我觉得啊 男学生好像迷恋女老师 这个现象挺普遍的 是不是啊 都会有吧 是有 但是比较少 这个女老师 同时也反过来爱上男学生 这种情况比较少 这有点 有没有点触及到 咱中国有没有点伦理上的问题 师生念嘛 就是只不过这个师生念 但你回想起来 师生念 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常见 比较能接受就是 男老师爱女学生 这太多了吧 谁不是 钱穆啊 你知道杨振丽不都是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是一直都很习惯 觉得男老师跟女学生 在一块没什么 但为什么你会觉得 男学生跟女老师 在一块有问题呢 其实一样啊 其实我觉得 你说起这个法国的 法国年轻部长 让我想到以前法国 这个比较经典的 这个卢梭 对吧 他爱那个瓦朗夫人 是不是 对对对 他大个十几岁 哎呦 爱了这个天昏地暗的 也是离异啊 有孩子啊 无所谓 他这中期一生啊 最迷恋的就是那个瓦朗夫人 而且说来奇怪 实际上那瓦朗夫人 用现在话说啊 是高统战工作的 嗯 他那个时候啊 是自己的这个贵妇人嘛 离异 然后拖着一孩子 就没钱了 他就去找他们那个地方的 一个国王 小国王吧 就说那你要给我钱 那你得养我啊 毕竟他也是贵族 那国王说那行 那你得给我办事 那这样吧 他说你呢 就去帮我啊 让那些新教徒啊 归一 还是会来做这个天主教徒 啊 那个时候就是加尔文派 那个叫就比较兴盛了 正好哎 那个卢梭就成了他的一个统战对象啊 就整天招呼到家里来啊 然后两个人一来二去就产生了 但是实际上是卢梭 我觉得这是单念 卢梭对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对卢梭有没有感情 其实这个不知道 所以这个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说 年岁较大的女性 嗯 在咱们中国往往被很多人就当成豆腐渣了 是吧 但是你看在欧洲很多正是他们怒放的那个年龄 而且长的模样 你让人真也没法夸 但是呢 就是 但是他就迷他 你像王子 哎 迷的那个女的 你觉得这个魅力在哪呢 很多人就讲啊 那个查尔斯王子也是啊 是吧 就是死的那个王妃 对 戴安娜 戴安娜 就比他好看啊 但是为什么查尔斯王子就会迷恋这样的 我觉得所有这种人家爱 恋爱 他为什么喜欢谁 那个人为什么喜欢上这个 这都不是我们外人能够说得清楚 有时候也许人家只是气味上面引起了化学反应 你都不知道 有可能 谁谁晓得呢 有些奇特的嗜好 对啊 有可能 但我觉得重点是 这恰恰证明他们比较两性平等 对一个年长女性会有这么多议论 对于年长女性跟一个比他年轻的男人在一起的话 如果有这么多议论 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相当富权 中国本来是一个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国家 但我觉得过去几年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就倒回去 那么当然今天将富权将女权也可能甚至很敏感了 但我真的觉得中国的过去几年开始又重新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又严重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你在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下 老男人找年轻女人 没人觉得有问题 都觉得正常 老干部找年轻小姑娘 老师找年轻女学生 老领导找年轻貌美女秘书 你顶得人一二这人好坏 你不觉得是坏事 不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你反过来觉得是问题呢 我觉得刚才文道群他讲这个富权 就让我想到这个真的是统治中国思想2000年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 那实际上像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叫什么老妻少夫这种情况 比较排斥不能够接受的心理上主流文化圈不能接受的 好像也就是汉人 其实你想想这个历史上 比如说这个匈奴啊 蒙古啊 包括早期的这些满族啊什么的 他们不是我们看历史都经常有这个皇帝的那些妃子多的 对不对 除了这个妈妈就就都给儿子了嘛 几个儿子还争呢 对不对 他们一点不介意啊 对对对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而且但是 就是从孔夫子开始的 不是 而且现在中国的情况 我觉得也多元化了 你越来越多的开始姐弟恋 现在不是未然成风吗 小婷你当然现在还特别年轻啊 但是一年一年也是在老啊 但是你觉得你对姐弟恋 这事儿怎么看 不排斥吧 这个要看我多大 我觉得我要是才十八九 我可能不会找一个十三四的 对吧 但我要是到这个 到五十了 不准三十还是 也不准排斥二三十 对吧 是什么样的 你真的吗 如果你四十了的话 你想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吗 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 假设的太大了吧 我没有办法想象 你现在还是觉得 年龄比你大一点吗 应该是吧 因为你还年轻 对 他年轻人就会这么小 对 那换回来 我再想 换一下 中国汉人其实也有一直有 女人比男人大的传统 我再换一下 童养席呢 对不对 因为 童养席那个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真的相当普遍 以前真的农村里面 比较现成都很普遍 就是那个姑娘 小丈夫吗 小丈夫吗 小丈夫 因为 因为其实他 你回想起来 他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 首先 先不讲 大家最津津乐道 就是女人的性成熟的年龄比较晚 就性需要 可能到了三四十岁才开始旺盛 那么如果男人比他小时来睡 那正好搭得上 干柴烈火 干柴烈火 一碰即合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些男孩 小时候那种 他们成熟的晚 那女性是需要照顾他 多于他照顾女性 所以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 是相当符合人类的 我觉得我的观察 当然不完全 这个可能有这个偏差 就是这种 好像是年纪比较小的男生 喜欢比自己大很多的那种女生的 他们往往有特点 一个呢 是这个心气 其实是比较高的 他呢 不信于外界对他的评价 我爱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第二个呢 是还是有这种缺少母爱 需要被肯定 被呵护 被照顾 需要那种安全感 有那种心理需求 就像那个什么 想起来那个那个 拿破仑 他不是也是喜欢那个约瑟芬吗 就比他大很多啊 他就说 他说我跟他在一起 他像母亲一样的照顾我 我就感觉很舒服 那还有往往啊 这这一类啊 小男生啊 我感觉啊 都是这个相貌比较好的 你知道吗 因为爱美之心 人间有之 每个人都有去欣赏美丽的这种需要吧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的这种对美丽的追求和需要 可能是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就满足了 对对 是不是 就跟女孩一样嘛 就是自恋嘛 他也需要找一个人宠我 我已经够漂亮了 我还得找个漂亮 对吧 我只要想找美 我顾影自连就可以了 对对对 旁边一大妈可以给我做个饭什么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三人行 哎呀我上火了 广告之后见 上火了 但是你别说人家这个大20岁的这个老婆 好看难看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人家把自己啊 也这个努力到家了 就是身材 身材保持的很好 身材保持的很好 就是我长什么样 我就只能这样 别的我都尽力了 外貌党 外貌党 不过法国一般女人身材都不错 保持的好 都保持的很好 会吃 对 为什么你看 她们就不胖 她们相对不算特别胖 对不是 前几年有本书 很多女孩都爱看 叫做什么法国女人 怎么吃 还是法国女人吃不胖 还是很多这类书 都在谈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女的也算吃不胖的 对对对 中国女的也还算 你当成中国女的 就是法国 我听他们讲啊 我是哪国女的 这个一吃饭都吃到晚上 按说是最容易 就是啊 很不健康 一个是有遗传的原因 再有一个啊 还是法国人呢 走路多 对 而且呢 再有一个原因 我跟你说 我在巴黎曾经 哎呀 连吃了这个两个星期吧 十几天 天天都吃最好的那个馆子 有一个拍纪录片的 他拍这个 知道法国很多餐馆 天天吃 愣没胖 你这 为什么 同样吃了十天 没有胖 就是因为每天八小时 我们一直在走啊 在法国的街道走得多美啊 一直在走 相反我今年吗 还是去年 去那个德国 去了十天 回来胖了十八斤 因为你一直开车 对 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真是有这个问题 而且其实德国人 也是不太胖的 因为德国人更爱走 德国人老健行 但你们确实的时候 就开车 而且法国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法国人 不太爱吃零食 所谓的零食指的是 他可能会吃点 他的小点心什么 但他不像美国 那么爱吃薯片薯条 而且他吃的小 吃巧克力啊 吃那么多 巧克力并不 并不会胖的 因为他吃 他们吃各种黑巧克力 对不对 他们吃的 就你这色的 黑巧克力 就他们吃的少 而且你看法国的早餐 都不多 拿两面包吃了 你看美国的早餐 好家伙 我平时头一回 吃美国早餐的时候 我都要哭了 我说这太极大丰富啊 我高兴 我那个时候第一岁 跟着咱们老板 去美洲台 那个时候住在 那个沃尔道夫酒店 每天早上我也时差 也醒不过 就也睡不着 早上六点 我就到那个餐厅等着 太好吃了 那么多种面包 你知道吗 就是肉肠子 对 英式早餐 都还要稍微丰盛一点 欧陆早餐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 所以他不胖 而且呢 他们这个 我也觉得有这么一个 人呢 在这个精神方面的诉求 要是多了 我的迷信啊 我觉得可能会抑制长肉 很多人都这样说我 没有 没错 精神追求 没有没有 人说你要 所以小天都是精肉 没有 我说我想长胖 然后很多人都说 你要想长胖 你首先你少想点 对对对 我整天没事 我坐在那 人家想都想 我不忧虑 我是很快乐的想 那句话叫什么 心宽体旁 对对对 其实会 你看他们干的这些事多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你想 这个 有模有样 卢森宝 卢森宝首相 高高兴性的结婚了 因为在卢森宝 同性婚姻合法了 是 哎呀 他 你看这俩 他的建筑师男友 你瞧这建筑师男友 长得帅吧 这种感觉 但是 是建筑师男友 向他求婚成功 两人手拉手 这卢森宝 如果访问我国 国事访问的时候 那就是这跟着来了 对 我国将如何接待 没有正常接待 因为以前 比如说欧洲 好几个国家 都已经出现过这情况 冰岛 芬兰 还是哪 都有出现过 女同志结婚 然后过来 我们正常接待 中国 最后 我国领导人 接机的时候 撒男的一起 走三军一战队 就走呗 其实没问题 因为我们不像 比如说 反而不像一些 穆斯林国家 可能那个国家 会比较麻烦 你记不记得 奥朗德 他带着他的女朋友 去撒地阿拉伯的时候 都遇过问题 你没结婚吗 对 你没结婚 你怎么同房 他们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反而没事 对 咱们再看看下边 欧洲 你看 他们都忙活什么呢 这是比利时的 前总理 除柜 就是同性恋 还有一个 就是冰岛的前总理 西域尔扎多地 他选的时候 就已经都知道 旁边就是他老婆 或者老公 他们是夫妻俩 对 你说这个 我记得 就那会儿 我在剑桥那会儿 就是那个剑桥 选出来的市长 还是郡长什么的 也是 两个就是 Transgender 是变性的 而且以前是有过一段婚姻 有孩子 但也不影响 他们还是可以继续走 他们的仕途 对 而且我发现 在欧洲 尤其是在欧洲 就是那个比利时 卢森堡那一带 同性恋人是最多的 他们有人说 是因为那里的经济水平 足够的高了 然后呢 这个社会环境 也足够的宽松 因为毕竟还不像 比如说像意大利 和周边的一些国家 因为这个梵蒂冈的因素 还没有办法去敞开这样一扇门 但是那里的话呢 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人就敞开了 而且还说这个同性恋呢 其实是分几种的 有的是心理加生理同性恋 有的呢 仅仅是生理同性恋 生理同性恋是什么意思 微性 这个比较深奥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刚才看那么多 咱们再说回这个 法国的部长 我倒有一种感觉 为什么就是很多 我们看到的这些西方的一些 咱们先说男的 条件很好的 但是最后他们挑选的这个伴侣 就会让我们有一点 这个要跌破眼镜 模样对不上 是不是 后来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是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爱情观 婚姻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感觉好像是 对我们东方人来讲 在这个两性关系中 我们对自己的伴侣 更多的是在意 你是谁 你怎么样 但是对他们来讲 好像更多的在意的是 你让我觉得我是谁 你让我感觉我怎么样 对 因为跟你在一起 你让我觉得我很好 就是 而且还有一个审美的问题 咱们缺乏对中老年妇女的审美 就是咱们认为女的好看 只有青春娇嫩 我非常感谢 豹哥这个时候为女性发声 但是 你也快了 没有 你看 三百年 但是呢 我要很公正的说一句 这是双向的 我觉得 很多国家不仅仅是中国 中老年的女性 怎么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了美丽呢 是不是 你看看人家这个法国部长的这个老老婆 还是这个挺好看的吧 就是挺青春的 你跟他在一起 至少能感觉到这种活力 这种健康 我在巴黎啊 最爱看的就是老太太 巴黎的老太太啊 真是有范儿 你看一个个那个头发灰白 穿的衣服 那叫得体啊 而且那种那种风度 所以我觉得 现在很多 包括我 其实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男人 还不大能欣赏 就是中老年妇女的美 所以不是说中老年妇女要装嫩 现在是咱们的中老年的在装嫩 把自己非恨不能拉皮 弄成小姑娘 16岁少女 而不是恰如其分的 在你的这个年龄 你就比如说 咱们过去有很多中老年的男人 爱染发 爱染发 你像我们认识的这个朋友 那个这个刘丹的画家 这一个花白的这个头发 他在外国居住多年 他回到中国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在染发 我也觉得不太理解 他说你把这个头发染黑了 油头粉面 他说这是在外国是 叶总会开门的那种人 他会这样 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或者贵族艺术家 那都是一个白发为荣啊 你就是这种美 智慧跟成熟的 对啊 对啊 同样女的也一样 你看就 他这个女的 你不能用好看难看来形容他 但是他合适 是不是他有他 就是他和他这个年龄的事 但还不能说他和这个部长的事 不 我觉得我没办法判断他和不和事 但我想说的是 他起码对自己很尊重 他体现出他对自己的尊重 对 像他的身材的保持 他的形象 我觉得他很尊重他自己 对 就包括咱们要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女人的皱纹 能不能可以是好看的 当然可以 我见过很多很漂亮的年纪大的女人 其实各种年纪大的人的文化 我觉得比如说日本的老太太 其实也很好看 也就是人家乡间路上走 他们一般穿的衣服都是米色 灰土色 比较大地的人 很朴素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年轻小文青 台湾的小青星 但很像那种小青星衣着 在日本是老人穿的 就很清新朴素 你觉得他们在路边 你就看到他摘一朵菊花什么 就很漂亮 对吧 那法国刚才是那一种 另一种 我觉得最容易中年之后走形走 走状态的是哪些地方呢 印度跟意大利 就年轻的时候 欧罗斯 欧罗斯 欧罗斯也说 对吧 都多漂亮 好奇怪 一结婚 一到了中年 就彻底大妈到无以复下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基因有关系 可能有关系 跟遗传有关系 那就说围着郭台转 一结婚围着郭台转 腰也跟郭台一样 是吧 好奇怪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里边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要不要把你的这个 女的伴侣 当成性对象来看待 实际上我有时候觉得 这个老外 也可能我理解有误 他要找一个女朋友 更多的是一个 搜美灵魂的伴侣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一块聊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他不是像找一个妓女一样 去看他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中国人找女的 都像找妓女 不是 你不能把我突然 我觉得 涛哥说这个 其实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我都在想 这所谓的 每个人都说 我要去寻找一个 这个灵魂伴侣 但是呢 比如说我们从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就是他们找一个 好像配不上自己的 一个这样的伴侣 或者是讲了 这个 中国的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 这个女性 不要自暴自弃 要坚持美丽 等等 其实我觉得 从一个观点来说 终其一生 一个人 其实一直是 在和自己相处 和自己的内心相处 和自己的灵魂相处 你的伴侣 一辈子就一个 那就是你的灵魂 所谓的灵魂伴侣 不是你的灵魂伴侣 而是你灵魂的伴侣 你要找的 是为你的灵魂 找一个伴侣 如果说 你灵魂的伴侣 那当然也是一个灵魂 那正好是在 你的灵魂的身体当中 那么正好 你又和这个人 是生活中的伴侣 那你们这是 最幸福最完美的 当然这样的幸福 不是发生在 每一个人身上的 那么有可能 就像涛哥说的 有的人是另辟蹊径 不是 你看你比如说 我要说 看一个女孩子 我如果把 仅仅当成一个性对象看 那么你会注意 第二性征 对吧 比如说是 唇红齿白 这个皮肤好不好 其实你发现 这些要求 是一些生物性上面的要求 但是 为什么我能欣赏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 跟我做夫妻 是因为 我跟她可以有亲密 特别亲密 我们可以拥抱 可以亲密 但是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 满足我的 仅仅性欲的对象 去审美 我觉得就在这个意义上 我可以跟一个 比我大20岁的女性 在一起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可以说说话 可以说说话 也可以拥抱 或者说我们的那种性关系 更像是那种 亲人之间的一种性关系 而不是说 今天为你不出 健康性概念 这别说就乱了 这什么世界 天哪 不是说虾子 天哪